一个烟头掉在草坪上,小草却像很害怕一样,迅速分散开来,这也太奇怪了,看到这一幕的男人吃惊不已,意识到不对劲的他用稿头砸开地面,惊奇地发现泥土竟然是橡皮泥做的,再抬头看看天空,云朵规则地像假的一样,太阳也显得很不自然。 于是男人拿来梯子爬上屋顶查看,下一秒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模一样的绿房子整齐地排列在前方,一望无尽,它们就像是粘贴复制出来的一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诡异感。 男人不敢继续待在这里了,拉上女友往外面走,决定开车离开这里,但女友转了几圈,就是没能找到这片小区的出口。 男人以为女友迷路了,于是换自己坐上驾驶为找出口,可他们依然只能在这片区域里打转。 车子从白天开到晚上,终于没油了,可他们还是出不去。 现在两人又累又饿,黑暗中的小区只有一户亮着灯,两人下车想找点吃的,谁知这就是他们刚开始出来的九号别墅。 虽然又懵又害怕,但两人还是走了进去,并决定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再想办法。 他们发现冰箱里有一盒草莓和一瓶汽水,男人拿起草莓塞进嘴里,却发现他竟然没有味道,女友也尝了一口,感觉像是在吃塑料。 随后两人躺在床上睡觉,这里出奇的安静,甚至连一声鸟叫都没有,反而让他们失眠了,过了很久才入睡。 第二天天一亮,两人就起床了,男人想到一个出去的好办法,那就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总能走到尽头。 但他们不知道翻过了多少房子,一直走到太阳下山,还是没能达到尽头。 现在男人已经筋疲力尽走不动了,不料女友却发现前面不远处有灯光,男人看到希望赶忙起身跟了上去,可一进去彻底震惊了。 因为这就是他们昨天晚上待过的地方,桌上还有昨天没吃完的草莓和汽水,男人不敢相信地去前面看门排好,终于确定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女友发现门口多了一个箱子,里面是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但男人不打算住在这里,他撕下纸盒用打火机点燃,一把烧了这栋房子,他倒要看看如果房子没了,自己还能不能走出这里。 男人名叫杰西,本来准备带女友普辞买个婚房,收楼处的中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带他们去郊区看房。 小区街道整洁干净,就是没看到什么人,房子也非常的整齐化衣,而且全是绿色。 房子里面的装修简约舒适,家具家电配备齐全,看得他们连连点头觉得很满意。 两人里里歪歪看了很久,之后才发现中介早已不知道去哪了,两人准备离开,却发现怎么也走不出小区,于是男人决定烧了这栋房子。 两人在大火前看着看着睡着了,等第二天醒来,面前又出现了一盒箱子。 女友上前打开,差点震惊地叫出声,里面竟然是一个婴儿,这个小孩太奇怪。 每到饿的时候,就张开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直到食物被端到他面前才能停止。 不仅如此,他每天清晨都会进养父母的房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而且还会模仿他们。 养父母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孩子是两人在门口捡的。 庄婴儿的箱子上写着,只要把孩子抚养长大,就能离开这里。 同时杰西发现,昨晚刚烧毁的房子早已恢复原状,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前方,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两人彻底绝望,暂时放弃了出去的想法,只能留下来抚养孩子。 然而,这个孩子也很诡异,不仅短短几天就从婴儿长成男孩,他无聊的时候还会模仿两人的对话,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更诡异的是,男孩模仿的声音都和他们一模一样。 两人虽然感到恐惧,但为了从这里逃离,只能默默忍受。 但他的行为经常让两人崩溃,比如大半夜不睡觉看电视,而且电视画面也很诡异,根本让人看不懂,还吵得杰西他们睡不着觉。 杰西强忍着怒火,抢聊空气关掉电视,谁知男孩坚决要看,两个大人拿他没辙。 这一天,他又照常尖叫着索要食物,女人只能手忙脚乱地给他准备,这也彻底惹怒了杰西。 他抢过男孩的碗狠狠地砸向墙壁,然后抓起尖叫的男孩塞进车里,杰西决定把他饿死,或许这样还能引出那个带他们来这里的中介。 不料此刻,女友却圣母心爆发,把男孩从车里解救出来,两人由此大吵了一架,从此他们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两人每天照常把垃圾扔进纸箱,再放到门口,两人就在院子里坐着,想看看有没有人把垃圾收走,但每次只要他们稍不注意,纸箱就凭空消失了。 某天,杰西偶然发现,这里的土地是一种橡皮泥和泥土的混合物,就像人工制品很难挖,但这让整天无所事事的杰西终于找到事情做。 他心生一气,拉着女友一起挖地,男孩在一旁静静看着,既不帮忙,也不阻止。 从此,杰西每天起床后就开始挖地,一直挖到晚上才停止。 时间一天天过去,杰西的坑也越挖越深,后来他干脆不回屋睡觉了,干累了就直接躺坑底休息,醒来后再继续挖。 注意看这个男孩,实在是太诡异了,温下药的他翻着白眼,脖子突然开始肿胀, 迅速长出两个气囊。几分钟前,女人和往常一样,在家里照顾这个捡来的怪孩子。 因为此前,看到男孩有一本书,上面写着人类看不懂的文字,但女人预感能从这里面找到线索, 于是提议和男孩玩游戏,让他模仿一个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人。 直接男孩弯腰低头,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一边脖子变大长出气囊,行为举止,宛如丧尸,吓得女人连连后退。 此刻他终于明白男孩不是人类,而是另一个物种,或许是从外星来的。 十天后,男孩长大成人,而他的样子和那个带他们来这里的中介一模一样,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女人感到自己的精神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而男友还在夜以继日地挖坑。 突然,他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扒开一看,居然是一个死人。 杰西被吓坏了,急忙从坑里爬出来。 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让他不幸患上重病,他瘫倒在地,再也没有力气起来。 女友瞬间慌了,想请求长大的男人帮忙,对方却对此无动于衷。 因为得不到救治,最后杰西死了,女友趴在他的身上悲痛欲绝。 此时,男人抱过了一盒箱子,打开居然是包裹尸体的塑料袋。 女人彻底蹦不住了,不可知信地看着眼前荒谬的一幕,开始嚎啕大哭。 深深的绝望和恐惧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 男人依然十分冷静,他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人类的声音。 接着,男人把杰西的尸体装进了塑料袋,然后扔进了他自己挖的坑里。 失去挚爱的女人也不想活了,拿了一把锄头,从男人背后用力一挥,将它打倒在地。 女人举起锄头,想再次攻击,结果被男人灵活地躲了过去。 男人快速地向前爬去,姿势宛如一个动物。 下一秒,他竟直接把路面抬了起来,然后钻了进去。 在路面恢复原状的最后一刻,女人用锄头抵住拱起的路面。 同时看到男人爬进屋里,从后门逃走了。 过不上犹豫,女人跟着钻了进去,然后从屋内的洞口跳进去。 结果滴入了奇怪的多重空间。 第一层房子里也有一个男孩,还有一个哭泣的妇女。 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地板吸到了下一层。 这里的男孩已经长到十几岁,女人被墙壁再次吸进去,看到第三个房间里有个自杀的男人。 女人被吓得脚下一滑,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栋九号别墅里。 女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房子,最后倒在地上,永远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男人例行公事般将她装进袋子,然后扔进了那个坑里。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生态香》是一部隐喻意味很强的科幻片,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一个深坑里,女人突然脱起裤子。 男人朝她看了一眼,把她的裤子捡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裤子脱掉。 但她马上又穿好了鞋。 直接男人拿起两人的裤子,走到水坑前,把裤子放在水里,完全打湿。 随后返回到一堆木棍旁。 她抽出裤子的皮带,将地上两根木棍捆到一起, 再把裤子紧紧绑在木棍上,一个简易的逃生工具就做好了。 男人抬头看了看,深坑两边都是高达六米的土墙。 她想把木棍丢上去,木棍却中途滑落下来,险些砸到她的头。 男人没有气馁,继续尝试,用尽全身力气重新把木棍往上丢。 这次,木棍两端刚好架在两边的地面上,搭成了一根独木桥。 男人赶紧用手往下拽裤子,确认牢固后,一只脚上墙, 努力地往上攀,然而陡峭的土壁让男人的攀爬异常艰难。 他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爬摔下去。 而搭在两边的木棍其实也没有多稳固,承受着重量的他逐渐弯曲。 男人一点一点地往上攀爬着,他卯足了劲,眼看就要到达土墙边缘, 此刻却突然脚下一滑,男人瞬间重心不稳,右腿磕在墙壁上。 疼得他发出痛苦的哀嚎,但双手丝毫不敢放松。 不幸的是,下一秒,墙上的土块掉落,男人一脚踩空, 同时木棍掉下来,让他重重地摔到了坑底。 剧烈的撞击让他痛苦地蜷缩在地上,同时他的膝盖被磕破,鲜血直流。 女人急忙上前查看,男人膝盖上的伤口让他不禁头皮发麻, 因为上面少了一大块肉,看着都疼。 来不及纠结,女人赶紧从裤子上撕下一小块布来, 打湿之后按在男人的伤口上。 男人再次疼得呲哑咧嘴,想死的心都有了。 女人跟着着急,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缓解他的痛苦。 更糟糕的是,就在女人为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 很快,坑里的水积的是越来越多,如果不想办法逃出去, 他们迟早会被淹死在这里。 但男人却很高兴,甚至张开双臂迎接雨的冲刷。 他把女人带到深坑的另一头,让他暂时先躲在高处静静等待。 随着水位不断上升,男人带着他往上爬,先让他抓住垂起来的树枝。 可女人脚下打滑,猛地摔进了水里,不会游泳的他疯狂挣扎。 男人见状焦急万分,奋不顾身地扎进水里营救。 两人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只能泡在其妖的水里苦苦等待。 男人想着只要水位继续上升,他们就可以借此脱困,爬到地面上。 然而他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万万没想到,雨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男人很无奈,但他还是乐观的安慰女人,说雨一定会再下的。 可等坑里的积水干了,他们也没等来下一场雨。 而且,由于之前伤口泡在污水里,男人感染了病毒,眼睛周围出现了奇怪的黑斑。 这让女人感到害怕,此时口渴难难的男人像疯了一样,跪在地上疯狂地喝着脏水。 接着,他从水里摸起个什么东西,开始津津有味地啃食起来。 女人被吓得连连后腿,小心翼翼地呼唤着男人的名字。 等男人转过身来,女人表情瞬间变得惊恐,他瞪大了双眼,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这是一个六米深的大坑,一对情侣被困在里面。 几天前,他们随着一群人来野外旅游,结果却被一伙神秘的武装分子绑架至山地进行屠杀。 两人逃跑过程中,不慎跌入一个六米深的大坑里。 男人用手捂住女友的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他谨慎地抬头看去,此刻劫匪正拿着枪在上面搜寻。 男人丝毫没注意,女友因为缺氧快有晕厥。 就在劫匪准备离开时,女人彻底晕了过去。 捂在嘴上的手,摔在水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瞬间引起了劫匪的注意。 男人十分担忧女友的状况,同时也非常害怕被劫匪发现。 只能一边抱着他,更加贴近墙壁,一边小心翼翼地抬头盯着上面。 劫匪朝坑里观望,男人吓得大气不敢出。 好在这时,劫匪被同伴喊过去。 等劫匪离开之后,男人把女友从水里拖出来。 安置好他之后,男人起身查探深坑的环境,想看看有没有出口。 可他顺着墙壁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任何出口, 而且也没有可以攀爬上去的落脚点。 男人只能另想办法。 他捡起一根粗壮的木棍,朝墙壁狠狠地砸去, 想砸出一个坑来,再借此爬上去。 但他竭尽全力砸了半天,也没能让墙壁掉下了一块土, 只能恼怒又沮丧地丢掉木棍。 男人返回到女友身旁,见他还没有醒过来, 便把手打湿之后,拍在女友的脸上。 女人惊醒过来,不由得感到非常害怕。 紧张地东张西望,之后在男友的安抚下, 才震惊下来。 男人用手捧起一口水喂给女友喝, 但水太脏,女人立马就吐了, 可他们暂时也弄不到干净的水源。 男人抱着他,试图给他一点安慰, 两人就这样一起靠在墙边。 因为长时间的折腾, 他们都疲惫不堪, 很快就睡了过去。 男人手里攥着一个癞蛤蟆, 非但觉得不恶心, 还像吃到了山珍海味一般。 递到女人面前说, 这是一条鱼,非要他也吃一口。 女人只觉一阵反胃, 终于呕吐了出来, 然后询问男人, 他到底怎么了? 不料,此时天空再次下起了雨。 更神奇的是, 鱼笛刚打在男人脸上, 他就清醒了过来, 把吃进去的娃肉统统吐了出来。 女人惊喜地发现, 雨势越来越大, 坑里的水位正在快速上涨, 要不了一个小时, 或许他们就能借助福利, 逃离这个六米深的怪坑。 可惜, 两人走着走着, 男人突然开始发病。 他浑身颤抖, 面目猙獰, 一头摔进水里。 女人不能丢下他不管, 急忙冲上去, 把他抱在怀里。 结果发现, 因为伤口感染, 男人已经高烧不断。 他头痛欲裂, 开始口吐白沫。 情况危急, 女人瞬间慌了,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男人强烈的求生意志, 战胜了病毒。 他强忍着痛苦, 挣扎着站起身, 带女人来到了合适的位置, 静静等待水位上升。 很快, 积水就漫到了两人的胸口。 眼看时机一道, 男人左手抱紧女人, 右手紧紧拽住那根垂下来的树枝, 然后用力向上爬。 但可想而知, 仅凭一只手的力量很难做到。 无奈, 男人只好松开抱住女人的手, 用两只手向上攀。 可细细的树枝此时突然断裂, 两人直接跌进浑水中。 好在男人水性不错, 即使把女友捞了上来, 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但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打倒男人, 他紧接着继续尝试, 来到深坑的另一边, 找到从墙里伸出来的树枝, 准备再次往上移动。 然而这时, 头痛却突然袭来, 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男人开始用头疯狂地撞向墙壁, 女友见状十分心疼, 赶紧把男人拖进水里。 他抢水之后终于清醒过来。 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 坑里的水位急速下降, 如果再也不抓紧时间, 很可能就会错过这次机会。 顾不上犹豫, 男人下定决心把自己用作梯子, 先让女友爬上去。 女人踩着他的手臂, 双手抓住数根努力地向上攀爬, 很快就碰到了深坑的边缘。 于是他直接奋力一蹬, 让自己完全跃到上面去, 终于逃出了深坑。 女人忍不住喜极而泣, 却根本没有注意到男友已经被自己一脚踹进了水里。 直到听到他大声呼救, 女人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转身查看坑里的情况。 可惜为时已晚, 水面上早已不见男人的身影, 只有一阵翻腾的水泡。 女人焦急慌乱, 逐渐转为无助和绝望, 她多么希望男人能够浮上来, 但随着水面逐渐平息, 她最后一次幻想被彻底打破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绝境, 是一部阿塞拜疆的动作惊悚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男人从昏迷中惊醒, 发现一只山羊正在舔他的脸, 此刻他被挂在悬崖上,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男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在降落伞挂在树枝上, 让他暂时保住了小命。 他拿出小刀脱下鞋子, 把小刀放进鞋子里, 然后两手拿两个小刀当冰口, 狠狠地插进冰里, 努力地向上爬。 可这时小刀突然断掉了, 同时峭壁上的枯树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眼看就要断裂。 危机时刻, 男人自转几圈, 将降落伞的绳子扭成一股, 然后把它割断。 就在这时枯树向下倒来, 好在他最后一刻躲了过去, 实在是太惊险了。 男人四肢牢牢地攀在峭壁上,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他抬头看到, 山羊以一种神奇的姿势, 屹立在山凤中。 于是鼓起勇气松开双手, 趴到旁边的悬崖上。 他学着山羊的姿势, 让自己暂时稳定在山凤中。 看着下面几千米深的悬崖, 男人不禁害怕地屏住了呼吸。 他一点点地往上挪, 很快来到了一小块空地上, 现在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 旁边有四头山羊, 静静地站在笔直的峭壁上, 毫无压力, 让男人不得不佩服。 糟糕的是, 此时冰面突然坍塌滑落, 男人跌倒在地,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转身向上爬, 顺势踩着山羊的背, 快速来到山顶。 男人双手紧紧地爬在悬崖边上, 正准备继续向上爬时, 一只强壮的山羊出现在了眼前。 下一秒, 他毫不客气地撞向了男人, 让他差点掉下去, 这要是掉下去, 必然是粉身碎骨啊。 就在山羊准备进行下一次攻击时, 男人一把抓住羊的脚, 然后借助他的力量顺利蹬顶。 男人不敢有丝毫松懈, 赶紧伸出手安抚山羊, 因为这里离敌人的部队不远, 而他则是一名特工, 此次前来还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男人名叫奥尔多, 本是一名牛津公爵, 却因为邪恶神秘组织的宣战, 不得不成为特工打入敌人内部。 他潜入敌人军营, 透过强缝看到, 里面有个残暴的光头, 而他正是神秘组织的头领, 也是奥兰多最大的敌人。 而他手中的录像带, 是此次行动的目标, 里面的内容足以引发世界大战。 奥兰多务必要抢到手, 然后销毁。 眼看录像带就要被传送出去, 电梯一落地, 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 奥兰多赶紧跟了过去, 可很快他就被控制电梯的壮汉发现。 身高马大的壮汉, 轻而易举地将奥兰多拎了起来。 情急之下, 奥兰多扣动扳机, 一只穿云剑射了出去。 下面接应他的两个手下看到之后, 立刻行动。 女特工一枪一个, 瞬间干倒两人, 悬崖下的几个敌人转眼就被全部消灭。 当然, 这也引起了其他敌人的注意。 敌人赶紧架起威力无比的加特林反击, 对着狙击手的位置疯狂输出。 女特工被火力压坠得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与此同时, 奥兰多在上面和壮汉殊死不斗, 但武器被用完之后,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分神之际, 被壮汉一脚踢下悬崖, 好在他反应迅速, 抓住了台子边缘, 才没有掉下去。 男人双手扒在台子边, 命悬一线, 手下健壮, 快速冲过去准备营救。 只见他全力助跑后, 飞上峭壁, 纵身一跃, 一把抓住电梯的绳索。 女特工配合默契, 果断用枪打断绳索, 电梯迅速降落。 这时, 壮汉发现了正在往上爬的奥兰多, 准备用枪了结了他, 却发现电梯出现了故障, 绳子正在快速下落。 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 奥兰多的手下已经飞跃到眼前, 将他一刀斩杀。 同时, 电梯落地, 敌人被摔得粉身碎骨, 于是他们成功地截获了那盘录像带。 手下将奥兰多拉上来, 现在敌人还未被完全消灭, 为了一逢万一, 他们还需要继续战斗, 将敌人斩草除根, 因为那盘录像带关乎着30亿人的生命。 两人冲出电梯, 一路拼杀, 除掉一群虾兵蟹将之后, 向仓库走去。 不料, 刚进大门, 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退, 接着就是活药四射的对抗, 直到双方的弹药都用尽, 敌人的头目才现身。 正是奥兰多的亲弟弟莫顿, 他虽然和奥兰多一样出身贵族, 但却是一个极端的主战派。 莫顿一直利用情报, 挑起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 从而引发战争。 奥兰多此刻才看清弟弟的真面目。 分神之际, 弟弟掏出火枪, 对着奥兰多就是一枪, 是手下舍命替他挡了下来, 两兄弟由此开战。 心狠手辣的弟弟, 朝朝都要坠他于死地, 最后竟使出了手榴弹的烂招数。 奥兰多赶紧捡起地上的盾牌抵挡, 可还是被剧烈的冲击波打到了外面, 看到哥哥还没死, 莫顿吃刀出来砍杀, 把哥哥逼到了悬崖边上。 就在他要取人性命时, 大腿被山羊的脚刺穿, 一声淒厉的惨叫响彻山羊。 奥兰多趁机反击掌握主动权, 莫顿不相信哥哥会真的杀了他, 但奥兰多想到弟弟做过的那些坏事, 还是果断地送他上路了, 恶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最后, 录像带被送到当事人的手中, 然后被彻底销毁, 从而平息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 一朵花被放在桌子上, 竟能快速分裂成两个, 下一秒变成四个。 转眼, 整张桌子都被小红花堆满, 显然这不是普通的花瓣。 女人只是把它轻轻放在手上, 瞬间就出现了几道血痕。 更诡异的是, 这种嗜血的小红花, 已经蔓延至整个城市, 只要碰到人, 就会疯狂吸血。 人轻则受伤, 重则丧命。 花瓣落在车窗上, 妹子打开雨刷器, 试图把它们扫下去。 不料, 这些花瓣流出了很多血。 一朵花瓣随风飘进女孩的房间, 她的右手瞬间被划伤, 可奇怪的是, 伤口却变成了蓝色, 并在几秒之内迅速愈合。 但很快她的身体便感觉不适, 痛苦地蜷缩在了地上, 眼里发出恐怖的红光。 原来, 女孩的脑电波与大魔王相连, 大魔王能借此感知女孩的位置。 小红花也是她一手策划的阴谋, 因为她妄想用嗜血花瓣灭绝人类。 被选中的女孩和大魔王共用一个心脏。 接下来, 只要找到女孩的位置, 大魔王就能在地球上扎根, 从而摧毁整个星球。 与此同时, 正义男孩找到博士, 从宝箱里拿出一颗珍藏的红石球, 他能大量地释放出一股神奇的黑烟。 黑烟不断扩散, 很快就淹没了所有小红花, 将它们消灭殆尽。 人类灭绝的危机终于解除, 世界重新恢复了和平。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段出自科幻影剧《神秘校园》, 是神秘博士的衍生剧集, 感兴趣的可以找原剧来看看。 男人拿着一张报纸给面前的巨型苍蝇看, 他指着报纸上的香蕉, 示意巨鹰帮自己把香蕉拿来。 巨鹰恍惚了半天才懂他的意思, 于是男人解开苍蝇的绳子, 谁知他马上飞走了。 男人和朋友彻底懵了, 自己费了好多功夫才训练好他, 让他能听懂人话, 没想到计划还是泡汤了。 就在两人失望地准备离开时, 苍蝇居然叼着一串香蕉回来了, 两人大喜过望, 看来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格雷和大卫是一对整天不干正事的狐朋狗友, 这天格雷偷来一辆车, 路上却听到后备箱传来一阵阵异响, 他战战兢兢地打开后备箱, 好家伙, 一只巨大的苍蝇正躲在里面, 两人不禁大惊失色, 毕竟从没见过如此庞大的苍蝇。 但大卫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方法, 提议可以像训狗一样训练他, 然后让他帮自己去投银行的钱。 格雷听完觉得妙极了,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行动。 计划的第一步是先找到一个训练场所, 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在不远处看到了一辆房车, 为了确认里面有没有人, 大卫按了一下喇叭, 果然有个老头开门。 格雷下车和对方打招呼, 谎称同伴生病了, 逃口水喝。 等老头回屋拿完水出来的时候, 格雷直接一记铁头弓将其干晕, 然后把他绑在外面的油桶上。 不一会儿, 老头醒了过来, 对两人说只要把他放了就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他们。 两人一听马上行动起来, 他们先把苍蝇转移到房车里, 然后用胶带把他粘在床上, 大卫留下来训练他, 格雷则带着老头一起去取他的钱。 天有不测风云, 半路上车轮胎撞到石头, 颠簸中格雷手里的枪掉了, 趁其弯下摇剪枪的时候, 老头打开车门就跑, 等格雷追出来的时候, 老头已经不见踪影。 无奈,格雷只能回到房车点, 没想到第一次抢劫计划就失败了, 格雷难免沮丧, 不过好在他们还有一只大苍蝇, 大卫用手上最后的五十块买了猫罐头, 晚上喂苍蝇, 看久了竟慢慢习惯了苍蝇的提醒。 第二天, 格雷从超市抢了一点食物, 还给新宠物带了玩具, 格雷在房车里做饭, 大卫就在外面的空地上训练苍蝇, 出乎意料的是, 苍蝇非常聪明, 还能把玩具咬在嘴里, 看来他们离抢银行不远了。 然而,格雷厨艺不惊, 油锅起了火, 格雷手忙脚乱的灭火, 结果火是越焦越大, 秉着宁愿车子被烧, 也不能饿着肚子的原则, 他端着食物跑了出来, 就这样, 两人眼睁睁地看着房车被烧毁。 格雷心态很好, 一边吃着土豆泥, 一边庆幸自己没被烧, 大卫虽然无语, 但也没有责备好机友, 而是想着, 没了住宿的房车, 需要另找地方了。 男人骑着一辆独角兽排自行车, 后面还跟着一辆车, 车里有一只巨型苍蝇, 路过的妹子一眼看中骑自行车的格雷, 下车拦住了他, 还给了他一个香吻。 交谈中, 格雷得知眼前这位叫海尔的妹子, 把他错当成钱男友了, 还没等得澄清, 海尔就邀请两人去他家中做客, 正好他们没有落脚的地方, 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时, 海尔还没有发现汽车里的巨型苍蝇, 到了他的家, 没想到还是独栋大别墅, 还有私人游泳池, 冰箱里更是塞满了各种好吃的美食。 格雷和大卫简直不要太满意。 海尔拿出前男友的照片, 格雷一看, 哇, 确实和自己很像, 唯一的区别是他腿上没有纹身, 为了白吃白住, 格雷谎称自己早把纹身洗掉了。 晚上, 两人偷偷把苍蝇抱进房间, 生怕被发现。 大卫一晚上都在房间里训练苍蝇, 不料进展惊人啊, 第二天, 苍蝇就能咬着床单叫自己起床了, 但随之而来的敲门声把他给吓了一跳。 原来是海尔的闺蜜, 他早就察觉两人的不正常, 叫嚷着要进房间检查。 大卫极力阻拦, 没想到闺蜜直接拿出一坨粪便, 说是在他们车里发现的。 情急之下, 大卫只能骗他, 说养了条狗。 虽然暂时蒙混过关了, 但他们害怕迟早会被发现, 于是真的找来了一条狗养着。 不料, 闺蜜找到海尔, 说他们肯定是养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起初海尔不太相信, 直到闺蜜直接从口袋里掏出粪便, 意识到不妙的格雷, 马上悄悄把狗抱进了房间。 等几人过来检查的时候, 瞬间被可爱的宠物狗吸引, 从而将怪物的事情抛至脑后。 殊不知, 此时苍蝇就躲在房间里, 格雷和大卫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与此同时, 大卫对苍蝇的训练也接近尾声了。 男人正在训练一只巨大无比的苍蝇, 他动动手指, 苍蝇也跟着他的方向歪了歪头。 男人再往右指, 苍蝇依然很听话地往右看, 随后他又做出向后退的指示, 没想到苍蝇真的看懂了, 赶忙后退了几步。 看到苍蝇的表现, 格雷和大卫甚是满意,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离一夜暴富又近了一步。 白天, 他们开心地在泳池里闻耍, 闻全忘记苍蝇还没有吃饭, 苍蝇很快就盯上了被拴住的小狗, 饿到两眼冒金星的他看着小狗就差流口水了。 小狗则看着眼前的怪物, 吓得是一动都不敢动。 闺蜜本就怀疑两人有鬼, 于是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潜入房间, 他大叫着找小狗, 下一秒却看到一颗巨大的苍蝇头从床边探了出来, 两者对视了半天。 脑子不太好的闺蜜终于反应过来, 然后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 众人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查看, 而闺蜜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发现小狗被吃得只剩一个狗腿子了, 此时苍蝇早已逃出房间。 两个老六健壮立马甩锅给闺蜜说是他干的, 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闺蜜, 可怜的他已经被吓得精神恍惚, 于是海尔叫来了救护车和警察, 闺蜜对海尔说是苍蝇吃了小狗, 于是海尔更加确定了他的病情, 所以闺蜜转眼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同时苍蝇跑到外面的泳池喝水, 之后跑进树林里, 还好大卫及时发现把他重新藏了起来。 过来处理案件的警察在和海尔交谈的过程中认出了他, 原来他才是那位很久没见过面的真正的前男友, 只不过现在发福了。 前男友露出腿上的纹身表明身份, 偷听到他们对话的格雷, 知道事情即将暴露, 赶紧和大卫一起收拾东西, 带着苍蝇跑路了。 现在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在一处海滩上休息了好几天。 终于大卫告诉格雷, 苍蝇已经训练好了, 要给他展示成果。 大卫从垃圾桶里找了一张报纸, 面对着苍蝇指出上面的香蕉图案, 示意他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苍蝇一副四栋飞动的模样, 大卫把他身上的胶带撕掉, 解开他脖子上的绳索。 不料苍蝇摆脱束缚之后, 立马起身飞走。 两人彻底懵了, 望着天上他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要是苍蝇不回来了咋着, 他们的发财大忌可不就泡汤了? 但格雷想了想, 很快就释然了, 他们只是失去了一只苍蝇, 苍蝇没有人性可太正常了。 虽然不能一夜暴富, 但格雷意识到他们真正的财富是友谊。 大卫无比同意朋友的想法, 也彻底释怀了。 两人回到车上准备离开, 还商量着用身上最后的十块钱, 买点奶茶喝喝。 谁知就在此时, 那只巨无霸苍蝇竟然飞回来了, 嘴里还叼着一串新鲜的香蕉。 看来, 他们成功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御营奇谈》,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奇幻喜剧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女人被困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中, 突然发现前方有个小水坑, 口干舌燥的她欣喜若狂地跑过去, 正准备用手捧起来喝食, 却发现这不是水, 而是一滩粘稠的不明液体。 女人望着手上略显恶心的年夜无比绝望, 甚至不敢相信这不是能解渴的水。 她再次捧起来确认, 才终于接受事实。 就在女人内心无比煎熬时, 身后传来一阵吼叫, 她抬头望去, 竟是一只洁白的独角马。 正当女人疑惑为什么这里会有神兽时, 丝毫没察觉到脚下的异常。 她发现马儿焦躁不安, 这才反应过来这里很可能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反应过来的她立刻躲避, 在最后一秒用一个侧帆掏出了怪物的深渊巨口。 原来刚才的水坑是怪物制造出来专门诱补食物的, 好在有独角兽的提醒, 女人逃过了一劫。 她看着神兽, 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独角兽向前走去, 女人紧随其后, 相信她能带自己走出沙漠。 在经过一处戈壁潭时, 女人感觉四周充满了诡异的氛围。 意识到不对劲后, 她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果然下一秒, 前面的石块突然剧烈震动起来, 一只无比庞大的怪物从地下猛地钻出来, 样子十分恐怖。 怪物二话不说开始攻击女人, 她害怕地跌倒在地连连后退, 怪物不停地用利爪攻击女人试图杀死她。 看到女人处于危险中, 独角兽勇敢地上前反击, 可惜和对方力量悬殊。 战斗过程中, 她被利爪刺伤, 这彻底激怒了女人。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会法术, 赶紧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打退了怪物一步。 女人奋力一跃, 跳到怪物身上, 怪物激烈地摆动身体, 试图把女人甩下去。 女人趁机使出全力, 掰下在身上一块护甲, 然后拿起护甲奋力跳高, 把她当武器狠狠地砸到怪物脑袋上, 然后开始一顿疯狂输出, 将怪物彻底解决。 完了女人看到一旁受伤倒地的独角兽, 赶紧为她疗伤, 但毒液已经慢慢渗透进去, 并蔓延开来。 独角兽奈一息, 为了救她, 女人把手放在火堆上炙烤, 她忍受着灼烧的剧痛, 手掌被烧得通红也不放弃, 然后把手按在独角兽的伤口上。 没过一会儿, 独角兽便奇迹般的痊愈了。 此片段来自奇幻美剧《猎魔人》, 感兴趣的可以找原具来看看。 这是一台能预测死亡的机器, 女人将手指伸进小洞中, 机器立即采取了她的一滴血液样本, 然后快速吐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老死。 女人露出灿烂的笑容, 开心地像个孩子, 她以为自己能寿终正寝, 放心地继续跑步, 结果下一秒被一辆急迟而来的汽车撞飞, 女人当场死亡, 而司机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头, 好家伙, 原来老死是被老人撞死的意思。 接着, 又一个带着发带的男人前来测验, 他收到一条降落伞失灵的死亡预告, 男人陷入沉思, 心想, 只要自己这辈子不坐飞机, 应该就能避免英年早逝, 结果下一秒, 就被失灵的降落伞砸死。 不信息的金发男孩来测验, 他在看到纸条那一瞬间愣住了, 因为上面说他死于辣妹。 不久后, 男孩在沙滩上晒日光玉, 果然有个火辣的妹子过来搭讪, 先让他帮自己涂下防晒霜。 男孩想起那个死亡预测, 可不敢答应辣妹的请求, 他忍住诱惑, 果断地转身离开。 没想到, 还没走多远, 就被一个全身着火的妹子撞倒在地, 当场一命呜呼, 场面确实不要太火辣。 这次轮到一位女士, 这条上面写着时间旅行, 女人很疑惑, 回去后就此事和闺蜜发生争吵, 因为闺蜜根本不相信这种东西, 气愤她把闹钟扔向女人, 正中她脑门, 女人倒地不起, 以为自己会死于闹钟, 没想到睁眼后, 直接一秒被传送到1944年的战场上, 然后被打成了筛子。 最后一位测试者, 她的死亡预言很简单, 只有一个字, 熊。 男人从此杜绝一切有熊元素的东西, 形状是熊的蜂蜜不用了, 小熊软糖也不敢吃了, 不料老婆提出要去野外露营, 虽然男人很害怕遇见熊, 但她不敢拒绝老婆, 于是决定直面内心的恐惧, 勇往直前。 晚上她在帐篷里抱着斧头睡觉,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就这样睁了一晚上眼睛, 但并没有熊来找她。 男人瞬间喜笑颜开, 认为预测是假的, 回去后她也不怕小熊蜜蜂了, 结果下一秒垃圾桶里钻出一只熊, 将它活活掐死了。 这部短片叫《五种意想不到的死法》, 是一部脑洞很大的喜剧恐怖片。 一位网友向表演生吞西瓜, 下一秒当然是被掖住了, 她好不容易把西瓜吐出来, 结果一个没注意, 又让它烙回到了肚子里。 这位老铁火速冲到厕所, 拿起马桶塞就往嘴里怼, 不料折腾半天, 竟把自己的头骨给吸了出来。 惊慌失措的她, 赶紧把头骨塞了回去。 为了尽快把西瓜弄出来, 她找到一根长长的跳绳, 一端吸在水龙头上, 另一端塞进嘴里, 然后抓紧绳子使劲一跳, 就跳到了自己嘴里。 她去胃里直接找西瓜, 很快就看到了那个西瓜就在自己脚下, 她松开绳子跳到西瓜上, 想把它踹出去, 结果没用, 小伙只好跳出嘴巴, 下一秒却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 差点晕倒在地。 此时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小伙抬头仔细看去, 竟然是拿着镰刀的死神, 她吓得瞬间清醒了, 赶紧站起身来。 就在死神准备带走她时, 小伙一把抢走镰刀塞进嘴里, 把西瓜勾了出来。 她感到呼吸立马畅通, 死神一脸懵逼的看着她。 小伙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 正巧刚刚杀了西瓜, 于是请死神坐下来一起吃西瓜。 死神吃得很开心, 还嘲笑起对方差点刚刚被西瓜噎死的迥样,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西瓜噎住了。 小伙想上前查看, 没想到死神静止倒在桌上, 彻底没了动静, 真是猝不及防。 小伙慌乱过后震惊下来, 将死神一体丢进了垃圾桶, 环顾四周,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叫 我被吸过噎死了的趣味短片, 很有创意。 注意看, 一双可爱的小手正撕开棉花糖的袋子, 从里面伸出来, 男人看呆了, 只见一个小雪人钻了出来, 男人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面前竟然是一个萌萌哒的棉花糖怪, 他双手揉着眼睛似乎刚睡醒, 显得更可爱了。 小怪人看到男人立马上前走去, 似乎想要一个拥抱, 结果摔了一个狗啃泥。 他爬起来四处张望, 傻乎乎地找不到方向, 男人好奇地伸出手指, 戳了戳他的屁屁, 小怪人转过身, 小兮兮地向他走过去, 下一秒却突然抓住他的手指, 狠狠咬了一口, 男人吃痛地缩回手, 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 袋子里的棉花糖怪们, 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来, 看来是意气苏醒了。 随后, 他们跳上扫地机到处跑, 另一部分还留在架子上, 他们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各种各样奇怪的行为, 把男人看得是眼花缭乱, 比如有小怪人将同伴串起来, 烤到融化。 男人意识到不对劲, 转身往外面走去, 他走着走着, 却突然停下脚步, 因为他看到了令人害怕的一幕。 一只巨大的怪兽, 正在疯狂地掠夺着超市里的食物, 男人吓得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赶紧悄悄地退后。 不巧这时, 小怪人驾驶着扫地机, 撞到了他脚下。 怪兽听到动静后, 缓缓抬起头,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男人。 男人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后, 立马转身就逃。 他马不停蹄地跳进车里, 但怪兽很快就追到跟前, 一双巨大的脚直接踏在车上, 下一秒, 男人就成了他的盘中餐。 那么, 这些怪物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 这个小镇一直被邪恶之神霸展, 男孩小卷的外公是一位捉妖师, 在他的奋力抓捕下, 终于让小镇恢复瓶颈, 但外公也因为年事已高, 去世了, 所以现在这怪兽们又跑了出来。 小卷将外公的捉妖器带到学校, 老师一眼就认出这是捉妖的机器, 于是接上了电源, 想看看这机器是怎么操作的。 他踩下开关, 机器却毫无反应, 老师上前试着碰了碰机器, 下一秒, 一个可怕的怪兽冲了出来, 男人被吓得摔倒, 怪兽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变成一道红光, 飞出几百米远, 逃走了。 之后, 飞进大山里, 彻底不见了。 正巧, 小卷的哥哥大卷, 与朋友们驾车去山里游玩。 现在, 他正在和妹子畅谈人生理想, 突然, 地面一阵剧烈的晃动, 朋友们都围了过来, 只见一道红光破土而出, 飞到天上。 众人背着奇怪的一幕震惊道, 小卷拿着外公留下来的感应器四处搜寻, 并根据他的指引, 来到外公的工作室。 小卷发现, 里面有一台被损坏的粒子喷射器, 并凭着血脉天赋, 很快将在修好。 第二天, 他和朋友小胖准备试验一下机器的威力, 两人来到野外, 小卷按下喷射器的开关, 只见一道闪电喷波而出。 看来这个喷射器的威力着实不小。 就在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仓库里传了一阵奇怪的声响, 于是走进去查看, 一个巨大的蓝色棉花怪正在仓库里啃食钢管。 小卷当机立断, 举起喷射器, 想要将它捕捉住。 没想到, 怪物很灵活地躲过了。 与此同时, 哥哥大卷在仓库, 发现一辆破烂不堪的多功能跑车。 没想到的是, 一启动还能用? 大卷兴奋地在外面一路狂飙, 正巧碰上弟弟小卷和小胖。 了解怪物逃跑后的情况, 立马带着他们追了过去。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找到了正在啃食消防栓的棉花怪, 发现他们的怪物受到惊吓, 一下子打开了消防栓, 而后快速逃走。 哥哥赶紧开车去追, 弟弟打开车门, 举着喷射器, 却没能打中棉花怪, 反而被对方火力攻击。 哥哥开启蛇形走位, 无比惊险地躲过子弹。 接着, 他脚踩油门让车子加速, 试图拉短和怪物的距离。 这次, 弟弟瞄准怪物射出激光, 同时, 哥哥放出带有捕捉器的遥控小车, 眼看就要成功, 不料却被路上的车子拦住了去路。 他们只好绕开后继续追,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野外。 小卷对准怪物再次发射激光, 这次终于成功将他捕捉。 遥控者紧跟上去打开舱门, 将怪物彻底收入囊中, 结果哥哥兴奋过头, 一个没注意, 差点连人带车撞上前面的钢铁栏杆。 随后, 几人来餐厅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想起几天前的地震, 他们决定进山调查一番。 众人顺着电梯进入矿山, 一眼就看到了邪恶之神的雕像, 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旁边有个水晶棺材, 里面躺着一具干尸, 这时黑洞传来奇怪的声音。 小卷探身查看, 发现井底有无数怪物正喷涌而出, 下一秒四周喷射器开启, 对着洞口不断地射击阻止了他们出来, 显然是外公为了镇压怪物早已布置好的。 小卷妈妈在家看到桌上的感应器亮起红灯, 于是拿着他走进父亲的房间, 一股浓烟顺着管道灌了进来。 但女人正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出神, 丝毫没有察觉到。 等小卷一行人回家, 发现妈妈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 小胖上前关心, 才发现女人的脸变得非常恐怖, 显然她已经被怪物附身了。 这时房子一阵地震山摇, 原来是被怪物附身的老师, 强行拆掉了洞口周围的喷射器, 解除镇压的怪物们纷纷窜出, 将矿山闹了个天翻地覆。 妈妈受到召唤破冲而出, 跑向远处的矿山。 一时间, 无数怪物侵袭小镇, 使其陷入一片混乱。 小伙伴们再次来到外公的办公室, 寻找解决办法。 小卷看到桌上的模型, 瞬间明白, 这正是对付邪恶之神的陷阱。 于是, 捉鬼小队开车来到了矿山。 被附身的两人站在神坛两侧, 下一秒化为怪兽。 邪恶之神也从洞里爬了出来。 邪恶之神坐在神坛的王座上, 男孩走过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再和他说话的间隙, 躲在暗处的伙伴遥控起小车, 缓缓靠近座位旁边的怪兽。 小胖按下开关, 怪兽瞬间被吸进捕捉器中。 女人被解救出来, 随后滚下阶梯。 邪恶之神的法力也被大大的削弱。 小分队趁机撤离, 他们已经按照模型在院子里快速做好陷阱。 邪恶之神果然追了过来, 并一步步走向陷阱。 妈妈猛地拉下控制杆, 瞬间开启捕捉, 陷阱内火星四射。 下一秒, 妹子破门而出, 拿着喷射器对准邪恶之神射击, 同时多功能跑车弹出后座。 哥哥想帮妹子一把, 不料此时大炮失灵。 眼看邪恶之神就要挣脱开来, 萧卷让妈妈踩下踏板。 女人照做, 院子里无数捕捉器亮起红灯, 但却因为电力不足而无法开启。 邪恶之神趁机抢走捕捉器, 用力一掰就摧毁了他们。 无数怪物全部窜了出来, 妹子瞬间被附身, 失去了战斗力。 眼看邪恶之神恢复实力, 正要对他们动手。 关键时刻, 外公曾经的三个战友现身, 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激光大炮, 对准邪恶之神射击。 不料对方, 直接拉扯电流反弹回去, 转眼就打倒三人, 将他们摔成重伤。 勇敢的小卷抱着喷射器挺身而出, 射出的激光与邪恶之神的电流柱对冲, 剧烈的冲击力让小卷不断的往后推。 突然, 一只手从后面扶住了他, 原来是外公的灵魂过来了, 帮他一起抵抗邪恶之神的冲击。 三个战友也重整旗鼓, 合力攻击邪恶之神, 并成功地控制住了他。 小胖修好大炮, 大卷直接对着电战射击, 为陷阱补充电量。 捕捉器重新亮起红灯, 女人赶紧脚踩踏板, 一瞬间铺天盖地的激光波, 源源不断地打在邪恶之神的身上, 终于将他成功收复。 外公和家人一一告别之后, 才彻底地放心离去。 从此, 小卷哥俩继承了外公的事业, 一心勇敢抓怪, 维护着小镇的安宁。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定名叫超能赶死队, 是一部有趣的奇幻冒险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男人手机收到一条奇怪的短信, 他看着上面的文字有点懵, 下一秒, 旁边女孩的裙子, 果然被别人带了起来。 男人不禁瞪大了双眼, 正当他大饱眼福的时候, 手机又发来一条短信, 预告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男人将信将疑地看向窗外, 别人刚好掉下了一个钱包,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手机再次传来提醒, 说钱包十秒后会被捡走。 接着, 果不其然, 他就看到一个女孩捡起钱包, 男人赶紧下车追上去, 说这是自己的钱包。 女孩不信, 男人直接准确说出里面的金额, 就这样他获得了一笔钱。 此时, 手机又传来信息, 男人一路根据指示, 陆陆续续得到不少的好处。 正当他处于幻想抱负的喜悦之时, 短信说一个老人会被撞, 他包里有十万块。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 紧接着, 一个黑色的包滚到他的脚边, 男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笔意外之财。 尝到甜头后的他, 现在已经完全依赖上这个短信提示了。 根据上面的提醒, 他在一处废弃的桥墩下, 找到一箱装满钱的行李箱。 男人欣喜若狂, 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 然而待他仔细查看时, 却发现里面全是冥币。 男人不禁大惊失色, 不信心的他继续扒了, 妄想在下面找到针钱, 不料却扒出了一具尸体。 男人瞬间被吓得跌倒在地, 双手也沾上了鲜血。 令他更没想到的是, 警车很快赶到, 男人吓得赶紧跪在地上举起双手, 做出投降的姿势, 不料此时手机又揣了一条信息, 这次不是短信, 而是一条视频, 里面的人举着手枪, 男人很想关了他, 当他更怕被警察当场击毙, 所以一动也不敢动。 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 警察以为遇到了恐怖分子, 毫不犹豫地把男人射成了筛子, 男人当场死亡。 之后, 真正的凶手出现在桥墩下, 他戴着墨镜和口罩, 其实他就是公交车上的人, 以及在马路上出车祸的大爷, 就连那个捡到钱包的女孩都是他的同伙, 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团队。 男人在车上摘下假发, 问同伴现在还剩几具尸体, 女孩伸出了两根手指, 所以他们还需要两个替死鬼, 并决定采用一样的套路寻找贪婪的人。 男人因为没下载反诈APP, 而收到了诈骗短信, 他本来不信, 但随着上面的预言越来越准, 男人逐渐沦陷, 越来越享受这种不劳而获的结果, 没想到最后还是犯撤了。 他根据短信的提示, 意外发现箱子下面有具尸体, 男人才反应过来,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与此同时, 远在大洋彼岸的加州, 类似的诈骗案件正在发生。 女孩马拉像往常一样在饭店上班, 今天恰逢周末, 时刻众多, 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此时, 饭店经理却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一个叫丹尼斯的警察, 他告诉经理, 刚刚有顾客举报投诉马拉, 说他偷了别人的钱, 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只要马拉把钱还给顾客, 他就可以不追求。 经理把马拉喊到了储藏室, 仔细盘问了一番, 马拉接起电话, 听完丹尼斯的话后一脸懵, 因为他根本就没做过这种事, 显然别人是在诬陷自己, 马拉只能极力地自证清白, 丹尼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 要求经理检查一下他的钱包。 但经理搜查一番后, 并没有找到赃款, 谁知丹尼斯依旧不死心, 要求搜马拉的身。 饭店有规定, 搜身时必须有两个人在场, 于是经理出去找人, 马拉再次拿起电话和那头交涉, 结果单纯的他, 却直接被对方套出, 哥哥曾犯过毒的事实。 马拉为了尽快稀释宁人, 竟默许了被搜身的要求, 可经理将他全身上下都搜了个遍, 也没找到任何脏物。 然而, 尽管这样, 丹尼斯依然不依不饶, 命令马拉脱光衣服, 这也太过分了。 经理健壮于心不忍, 给马拉递上了一条围裙, 让他穿着。 紧接着, 丹尼斯又提出了更无理的要求。 服务员女孩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她涉嫌盗窃顾客的钱, 警察要求领导搜她的身, 并说出女孩哥哥贩毒的过往, 怀疑她与这件事情有关。 听到这里的饭店经理, 瞬间改变态度, 害怕自己被牵连, 于是按照警察丹尼斯的要求, 把马拉的衣物都转移到了车上。 丹尼斯为了更好地控制住马拉, 提出让一个男员工看着她。 经理找来马丁, 但马丁坚信马拉的人品, 认为他不会做出盗窃之事, 拒绝了这种无理的要求。 眼看别人不配合, 丹尼斯便让经理再找一个人, 心烦意乱的她只好打电话, 找来自己的酒鬼丈夫帮忙。 因为现在店里实在是太忙了, 其他人都没空。 酒鬼男在丹尼斯的威逼利诱下, 逐渐对她言庭计从, 并按照她的要求把马拉的围裙扯下, 还向丹尼斯仔细描述了一番她的身材。 在丹尼斯的远程遥控下, 事态渐渐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往无可挽回的方向发展。 丹尼斯竟逼迫男人欺辱马拉, 然而即便是这样, 马拉也没有反抗。 酒鬼男社后赶紧逃离犯罪现场, 经理还被蒙在鼓里, 又找来清洁工大叔来看管马拉。 大叔接到电话后, 丹尼斯用同一番话术, 想利用他对马拉实施犯罪。 好在这个大叔比较明智, 很快就识破了对方的计谋, 拒绝了这种荒谬的要求。 大叔找到经理, 让他打电话到警局询问, 是否真的有这件事。 经理照做, 果然得到的回复, 是压根就没有人报案。 经理彻底蒙了, 随后报了警。 警察们赶到饭店调查此事, 丹尼斯果然是个假警察, 他很快就被缉拿归案, 无意中助纣为虐的经理, 也难逃责罚。 还有, 侵害马拉的酒鬼男也被判刑, 最惨的还是马拉, 被骗子抓到莫续有的把柄后, 选择顺从, 最后惨遭欺凌。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案件真是发生过。 很早之前, 在防诈骗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 美国很多州都曾经发生过, 类似的远程操控犯罪事件, 而几乎所有的受害者, 最后都选择了沉默。 罪犯利用警察的权威, 控制受害者和旁观者, 做出匪夷所思的事, 并利用他们胆小怕事的心理, 屡次得逞。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学会甄别诈骗短信和电话很重要,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男人拿大宝剑刺进手下身体, 抽出来后, 发现里面全是电线。 男人名叫七弟, 是这群机器人里的老大, 现在他要在十万个,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中, 找出伪装成机器人的真人。 人类瓦西吓得是一动都不敢动, 好在暂时没有被发现, 一直找不到目标的七弟气急败坏, 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一声令下, 所有机器人的头开始高速旋转。 七弟死死盯着每一位机器人, 终于找到了那个人。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 用真手枪塞进瓦西嘴里。 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 一大批警察破门而入, 对机器人疯狂扫射。 七弟丝毫不慌, 发出指令后, 就让所有机器人聚合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随后, 从里面弹出无数把机关枪。 大球一边高速旋转, 一边连续射击, 将警察们一一干倒。 此时, 下一批武装部队已经赶到, 大球迅速滚动起来, 逃出大楼。 不料, 却被警察在外面竖起的大镜子闪瞎了眼。 大球立马变换形态, 机器人们散开, 然后像箭一样射了出去, 撞破了大镜子。 他们逃到另一边, 又迅速还原成大球。 还没等警察开枪, 机器人像打保龄球一样迅速出击, 撞倒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察。 在强大的机器人面前, 人类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大球继续变换着形态, 能组成各种各样的武器, 宛如一台巨大的, 有自我意识的乐高聚合体, 甚至还能变成灵活的巨蟒, 对着人类张开血盆大口, 威慑力十足。 而他的舌头就是家常的机关枪, 又是一阵扫射, 打得警察毫无反击之力。 巨蟒沿着大楼蜿蜒而上, 一口咬住在空中偷袭的直升机。 就在巨蟒准备将它摧毁的时候, 自己却突然自动解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科学家瓦西研制出了一款高级机器人, 并给它取名为七弟。 瓦西高兴地把它介绍给家人朋友, 没想到七弟却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瓦西只能带它回去升级改造, 之后还带它参加了七七人大会。 因为七弟和人类一样灵活, 且功能十分强大。 一番上台展示后, 七弟顺利地获得了冠军。 这让瓦西的老师心生忌妒, 他决定也要研制出一款高级机器人, 把七弟比下去。 但他的技术远不如瓦西, 因为瓦西整天沉迷于实验室, 在制造机器人方面是个顶级人才。 而这也导致他经常忽略了对女友的陪伴, 于是他就让七弟代替自己去陪女友, 还能帮女友分担家务。 七弟果然不负众望, 不管是洗衣做饭还是变魔术, 都让女友很开心, 他样样精通。 瓦西带七弟去参加评估, 希望他可以参军提高军队战斗力, 为国效力,但老师从中作梗, 瓦西没有成功, 只能失望地将他带回。 不料路上遇到火灾, 七弟立马冲进火场救人, 来回救了几次后, 即使他变得面目全非, 但依然还能工作。 只见他抱着一个正在洗澡的女孩跑出来, 全身赤裸的女孩被围观, 简直羞耻地没脸见人, 随后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人群, 不幸被急驰而来的大车撞倒, 当场死亡。 这场事故后, 瓦西意识到七弟的不足, 他没有人类感情, 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 于是决定赋予他情感。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升级和指导训练后, 七弟终于能理解人类的情感了, 但瓦西万万没想到, 拥有感情后的七弟爱上了自己的女友。 由于长时间的相处, 七弟的占有欲越来越强, 甚至想替代瓦西的位置。 后来瓦西带他去参加军事评选时, 七弟故意搞破坏, 让自己再次参军失败, 也让瓦西颜面尽失。 科学家制造出一款高级机器人, 并让他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不料, 机器人竟看上了科学家的女友, 还使坏逃避参军。 七弟的行为让瓦西大发雷霆, 为了防止他变得更叛逆, 瓦西将他带回实验室大卸八块, 最后丢进了垃圾桶。 殊不知, 这其实是老师一手策划的。 晚上他派人去垃圾场, 找回七弟的零件, 修复好后, 在他体内植入红色的病毒芯片, 让他变成了一台杀人机器, 并开始疲量生产。 复活后的七弟得知, 瓦西和女友即将举行婚礼, 他直接闯入现场, 将新娘绑架带走, 并囚禁起来。 瓦西愤怒不已, 了解到是老师的阴谋之后, 立马带人闯进实验室, 想要和他理论一番, 谁知老师已经被黑化的七弟杀害。 警察接到消息后, 赶紧派人帮瓦西对付七弟, 瓦西成功找到女友, 准备救他出去, 不料这时七弟突然回来, 瓦西只好换上机器人的衣服, 混在大军中。 聪明的七弟意识到有人进来过, 随即展开调查, 瓦西不幸被发现, 好在警察及时改来救援, 才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瓦西和女友回到实验室想办法, 而七弟已经带着手下, 杀戮模式。 机器人军团太过强大, 警察逐渐招架不住, 惨遭疯狂屠杀。 瓦西花费了很长时间, 才在众多分身中找到七弟的真神, 然后瞄准向他发射出一枚干扰芯片, 让军团瞬间解体崩溃。 瓦西在将车门打开, 放出强力吸铁时, 将七弟牢牢固定在上面, 然后成功取下他体内的杀戮芯片。 七弟瞬间恢复成以往的善良模式, 但因为见识过他过于强大的破坏力, 政府要求瓦西彻底催毁七弟。 虽然瓦西很不忍心这样做, 但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他也只能选择销毁七弟。 瓦西和女友又过上了和以前一样, 平静安宁的日子。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保莱坞机器人之恋》,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印度科幻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